感谢主 诶 有啦 我感觉到有风来了 Alleluia 感谢主 我们实在感谢主 今天好高兴看到弟兄姐妹 我们特别要介绍我们的 有一个弟兄 Gordon 我们欢迎你 感谢主 Gordon今天早上从 Edna Edna大概离开我们这里有两个小时 开车来到这里 我在上个星期我到这个 Hillardville 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我们德州真的好大 我在德州住了十几年 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上个礼拜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开会 开会了之后碰到Gordon的这个一个牧师 那他就跟我介绍 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会中文的 英文也非常好 所以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说好啊 感谢主啊 所以就这样跟Gordon有通过一些的E-mail了之后 感谢主今天早上他就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到我们这里 真的我们感谢主 谢谢 对对对 我们盼望的是说 Gordon能够来给我们有一些帮助 因为Gordon英文很好 所以我们就提到那时候我在像 我们这个美国福音 不是美国福音信仪会 我们已经不在他那边 我们是北美信仪会 北美信仪会 我们就跟他们提到 那其实我们实在很感谢主 弟兄姐妹 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们的信心真的值得尊重的 因为我们还是站立在信仰当中 我们在两年前我们脱离了美国信仪会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赞成 就是同信念 按理同信念的牧师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这是不合乎圣经的 所以我们要脱离了之后呢 那之后呢 有大概在七年八月份的时候呢 在美国就在成立一个叫做 北美信仪会 北美信仪会呢 就是很多 这些从美国福音信仪会当中 离开的 因为我们认为说 我们还是要坚守圣经里面的教导 所以就这样成立 以后我们也就脱离了这个 这个美国福音信仪会 我们就加入在这个北美信仪会 那现在北美信仪会 直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大概有三百多家的弟兄的教会 你知道全美国 所以我们不是 虽然我们是全美国唯一的一家 北美信仪会的华人教会 但是我们还是 除了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三百多家的弟兄姐妹 在一起来服侍神 来一起来敬拜神 所以当去到那边跟他们一起开会了 之后他们听到 哎呀 你们有中文事工 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 所以他就说 好啊 所以我说那你就联络过来吧 所以我们盼望 Gordon能够过来给我们有一些帮助 特别在英文方面 我们有很多姐妹们说 你们要考公民 要写英文 我在想说 上帝会为我们预备非常好的老师 所以就感谢主 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 Hallelujah 对啊 但是我们也要为他祷告 因为每个星期 如果要开两个多小时来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们迟到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再迟到的话 真的没有理由可以原谅啦 无论只要我们还是感谢主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看到死弟兄在我们当中 欢迎死弟兄 感谢主 我们也看到我们 对啊 欢迎死弟兄在我们当中 其实死弟兄 在经过了这个爱学员的训练 我们弟兄姐妹跟他交谈 都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再祷告看看 能够如何在主的国度里面 一起来扩展 我们也感谢主 这罗先生 你好 对啊 他最近是开了一个什么 结石是不是 胆结石 对啊 所以我就看到你瘦了 那无论怎样 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 所以感谢主 我们看到我们的罗先生 他现在精神也比较好 这是好事情 有时候我都想说盼望能够 这样你这样瘦 就没办法 无论怎样还是感谢主啊 所以后来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鼓励我说 我牧师你不用再剪 只要健健康康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我减肥我已经讲了 要剪了十几年 越剪越肥 这才是麻烦 好 无论怎样我们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 一起一起来敬拜他 OK 我们 想问大家一下 哎呀我们的这个 想问大家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曾经 曾经犯过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什么错误呢 好心做坏事 有没有啊 哈 有啊 啊 每一个人都有 我告诉你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犯过这个好心做坏事 那我们本意是很好的 对不对 我们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帮助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本意是很好 我们目的也很纯正 一点想要偏差的目的也没有 也没有想说要去坑他 反而是我们真的是想要帮助他 但是 最后的结果呢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件不好的事情 哎呀真的很难过啊 对不对 好心做坏事 我们人都是好心 我感谢主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存在一个好的心意 但是有时候 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最后 产生了误会 最后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结果 让我们内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啊 有一个老奶奶啊 就是啊 为什么好心会做坏事呢 对 老奶奶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奶奶呢 因为退休了之后 没事情干 所以就在家里面 帮助儿子照顾她的孙 所以照顾她的孙 当然啊 我在想说 在我们这里有一些 长辈们照顾孙是什么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对不对 我曾经读过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说什么呢 她说 当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儿女 有很多的盼望 但是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呢 我们要雇家 我们要赚钱 所以没办法将更多的时间 放在儿女的身上 但是呢 当儿女他们长大 他们戒分 他们生孩子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什么 退休年龄 所以没事情干 所以退休年龄了之后 最好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照顾孙子 所以你会将 你以前对你儿子那些盼望 全部都放在什么 放在你孙儿孙女的身上 所以我们长辈们照顾孙儿孙女 是件好事情 对不对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中国人又一句话说什么 家有一老就有什么 就有一宝 真的 特别来到美国之后 我发现到 有很多年轻人 家里面有一个长辈的话 这是一种是什么 一个祝福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的长辈们 你要想说 我们是一个祝福 Amen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家庭当中 都是一个祝福 所以这老奶奶 就帮助她的儿子照顾孙儿 有一天 这小孩子 突然之间 什么 病了 病了之后 做奶奶的就非常的紧张 但是问题是什么 刚好 儿子媳妇出差了 那这孙子病了 那怎么办呢 儿子媳妇就不在 做老奶奶的就非常的着急 非常的着急之下 她只有什么呢 就按照传统的方式 做什么呢 挂沙就好了 传统的方式就是什么 到庙堂里面 找一个著名的庙堂去拜拜 希望什么 求神拜佛来保佑这个孙子 对不对 我在想说有很多情况 在我们东南亚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在求神拜佛的时候呢 哎呀 最后呢就求到了一个什么 求到了一个福啊 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啊 对 求到了一个福 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 其实福建人是非常迷信 因为我们是什么 是在沿海地方嘛 所以是靠海吃饭的 看天色吃饭的 所以都非常迷信 所以你看 在台湾有什么妈祖啊什么 都是比较迷信的 所以这个老奶奶就求了一个福呢 就回到家的时候 就将那个福用火烧 对不对 烧了之后就变成那个灰 灰了之后就放在一个水上 那还不够 还记得那时候回家的时候呢 在那个庙堂那边 还拿了一些香炉里面的那些什么 那些灰 所以再加上香炉的灰 再加上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福都会再用手指搅一搅了之后 做什么呢 给他的孙儿子喝了 对不对 他说今天还好啦 我去求神拜佛 求到了这样一个神福 现在给孙儿子喝了之后 肯定会没问题 谁知道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这孙儿子就怎样呢 闹肚子又吐又泻 哎呀这老奶奶看到了之后 糟糕了麻烦了 哎呀那怎么办呢 立刻就什么 就打911 立刻就打911了 所以911一来看到小孩子 哎哟病得这样严重 立刻将他送到医院去 谁知道还没有到医院 半路上就怎样 这孩子就没得救了 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很可惜的事情 但是请问老奶奶心意好不好 心意好不好 她真的看到孙儿子病了 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就怎样呢 就去求神拜佛 对不对 但是这些孙子死了 到底是老奶奶是爱她的孙儿呢 或是她害她的孙儿呢 最了要爱这个孙儿 知道她病了 要怎样来帮助她 只是当然我们最后 我们的肯定知道是什么 方法错误了 对不对 方法错误 所以就变成什么 变成了好心做坏事 弟兄姐妹我相信 你跟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好心做坏事 我们常常存着一个纯正的心意 好的心意 但是谁知道做出来的事情 结果呢 就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单止帮不上忙 反倒把对方给什么 给夸累掉了 所以好不好 我们就像我们旁边的人 给他一些的叮铃吧 好不好 就是说求神怜悯 不要好心做坏事 好不好 跟他提一提 跟你旁边的人 至少找三个人 跟他谈一下 求神怜悯 不要好心做坏事 嗯 好 求神怜悯 不要好心做坏事 有没有办法能够 能够给他拉近一点 应该是没有地震 但是为什么会结了一点 无论怎样 我们谢谢麦克 麦克小心 再过来一点 好了 好谢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 我们是虽然是比较长 但是从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故事呢 我们盼望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要来学习 当我们在帮助人 当我们在给人提意见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样来做 以便可以避免犯上了这个好心做坏事的错误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比较长 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读《猎王记上》第十三章 第一到第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从犹大来到伯利恒 耶罗伯安正站在坛堂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 坛啊坛啊 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 他必将秋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煞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神人设个异照说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清散 这是耶和华说的异照 耶罗伯安帝王听见神人 向玻利恒的坛所呼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说 拿住它吧 王向神人所伸出的手就骨干了 不能弯回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庆煞了 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所设的异照 王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 忍如行常一样 王对神人说 请你同我回去吃饭 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识 神人对王说 你就是把你供一半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的气的沿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沿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 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他们说 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弃的路 神人说 我 跑掉两阶了 可以不可以随读13到15节呢 为什么会不见调呢 13到15节 好吗 他说 阿强 把他亲自治的一切 什么都会有阿强的教授 所以他跟他说 一切都他说 一切都可以不正确 他说 他吃都会像很多太小太 餐盾 他说 他看见所以他说 他看见他 我会否给他 我今天从我们的这些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沿路回来 夏老先知对他说 我也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饭喝水 这都是老先知狂哄他 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作息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 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吃喝完了 老先知未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 有一个狮子意见他将他咬死 狮身倒在路上 驴站在狮身旁边 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 你读的时候这段经文 你感觉的好像会不会有一点奇怪 一直都不了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老先知 他会欺骗这个神人 那欺骗这个神人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真的也应验啊 我们可以说哎呀 这先知存着这样的一个欺骗的心 他为什么所讲的意言又能够成就呢 那我们今天暂时不去考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要先来学习一个功课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 有一个犹大来的神人啊 他奉耶和华的命到伯特利去见谁呢 去见耶罗伯安 当时候耶罗伯安正准备站在这个秋潭的旁边 要向偶像来烧香来献祭 所以当时候呢神人就按照神所给他的话语 就大胆的怎样呢 就大胆的指责他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谈呼叫说 谈啊谈啊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稀啊 他必将秋潭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煞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哎呀所以当这个神人一这样发出这样的一个议言的时候呢 耶罗伯安当时就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耶罗伯安正在献这个祭物给这个偶像 给这个假神 现在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先知啊 一个自称为神人 公众的地方公开的指责他 所以王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伸出手来真要指坐他 真要吩咐他的兵士们 将这个神人给抓下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的伸出来的手变成什么 骨肝啊 哎呀他一发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就怎样他就自己很紧张 所以于是他就赶快像什么 他就赶快像神人说什么 求你为我祷告 求神你赐给我恩典 能够使我的手可以什么 可以恢复 所以于是这个神人呢 就为这个耶罗伯安王做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耶罗伯安王的手 就立刻得到潜意恢复正常啊 那时候呢神 这个耶罗伯安王就对他说 那既然你帮助了我 你医治了我 而且看到了这个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有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啊 所以耶罗伯安就说 请你跟我回家去 让我来款待你 我为你准备食物 而且我还会为你准备一些的礼物送给你 谢谢你医治了我的手 那神人怎样跟他讲 神人就回答他说 他说就是你给我你王公的一半 我也不能和你一起回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以赫华神啊已经吩咐我了 我来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我说 我不能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吃饭喝水 而且我也不能从沿路走回去 我是从这条路来的话 我离开的时候要从别条路回去 所以不能从沿路回去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神人说完了之后转身就走 就离开这个地方 那这件事情呢 就当时候因为在公开指着耶罗伯安王啊 所以当时候在场的有很多人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呢在伯特利那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老先知 他的儿子当时候也在场 所以儿子回到家的时候 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爸爸 将整个事情说 有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啊 怎样在这我们的王要再献祭给这偶像的时候 他就公开的指着王啊 以后怎样他的王的手就骨干了 以后他又怎样祷告了之后 王的手又得到医治了 哎呀所以告诉了他的爸爸 他爸爸听了之后 他爸爸就非常的兴奋 于是他爸爸就怎样呢 他爸爸就叫 就问他这些儿子说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神人是往哪一条路走呢 那儿子们说有有有 我们当时就看到神人是往哪一条路走 所以当他们儿子告诉爸爸这样的时候 爸爸就是你们赶快为我准备什么 准备驴我要什么 赶快去追赶这个神人 所以他的儿子们就为他准备驴了之后 这个老先知就坐上这个驴 就一直去追赶这个神人 最后终于让他碰到了 碰到了这个神人之后呢 他就邀请这个神人跟他回家吃饭 跟他回家吃饭 但是神人就 这个是我要讲的 先讲故事 神人就怎样 蛤 神人就跟他说 不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我 我不能留在伯特利那边吃饭 我也不能从沿路回去 所以老先知看到神人 在这里面去吃饭 哎呀这个神人听了之后说 既然这是老先知 他又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可能上帝给我讲的话 现在有了一些什么 有了一些的改变可以回到伯特利去了 所以他就跟随这个老先知 就回到伯特利去 老先知就接待了他 招待他给他吃饭 给他喝了东西之后 当两个人还忍然在这个饭堂上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神的话就临到了那个老先知 临到老先知的时候 神就告诉老先知说 你要对这个神人说 说什么呢 说你既然违背了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 反倒回来 上帝岂不知早就已经告诉他说 你不可以停留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吃饭喝水 你不可以从沿路回去 你现在已经什么 你现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 你从沿路回去 回到哪里回到伯特利去 你回到伯特利做什么呢 又吃饭又喝水又吃又喝 上帝说你不可以吃在那边留下来吃喝 你不可以沿路回去 但是你这个神人却犯了这样的错 于是呢 上帝就透过这个老先知给他这样的一言说什么呢 说因此 你的尸首不得入到你列祖的坟墓里面 所以换一句话说 他必须要什么 他必须要死 而且因为他的尸体被什么 被狮子所吃 所吃 所撕裂 所以他属于一个不洁净 所以不能安葬在他这什么 列祖的坟墓里面 最后真的是这样 这个神人赐喝完了之后 他就这个老先知为他准备了驴 让他坐上这个驴 离开的时候 在半路上就遇到什么 遇到一个狮子将他给吃了 好心做坏事 老先知心地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相信老先知的心地肯定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 耶罗伯安拜偶像 没有人敢对付他 没有人敢指责他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神人 能够在公开的场面当中指责这个王拜偶像的事情 而且宣布了上帝的审判 哇帅老先知听到了这个人啊 非常的佩服 他非常的佩服这个神人 既然他佩服这个神人的时候 他一心里面就想说 我一定要怎样 我一定要见这个神人 我一定要怎样 我一定要好好的款待他 因为在我们以色列当中 没有这样勇敢的先知 没有这样勇敢的神的仆人 所以当他的儿子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 老先知所注意的是什么 到底这个神人跑到哪里去了 我要赶快将他追回来 我要认识他 他太棒了 他太厉害了 能够在公开的场地那边 能够公开来指责王 所以老先知虽然听了他儿子所说的 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啊 他的儿子们 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什么 都告诉了他的父亲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父亲知道 那神人怎样讲 神人说上帝已经给我这样的命令 我不可以停留在伯特利那边赐贺 我不能从沿路回去 所以这个老先知 这个做爸爸的知道这件事情 可惜呢 他是什么 他听而什么 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 听而不闻 或是听而不见 我一直在想说这个诚语是怎样讲 总而言之他听是听 没有听进去 为什么没有听进去 因为那时候他所注意的是什么 我要赶快将这个神人找回来 我要请他吃饭 所以这儿子跟他讲了之后 他什么都不去注意 他复裂了全部故事 他只注重一件事情 到底这个神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就问儿子 到底这个神人现在跑到什么地方去 那儿子就告诉他 我们有看到他 他往哪一个方向去 所以他父亲就说 既然这样你们赶快为了准备驴 我要去追赶他 既然追赶了之后 但是到他碰到了那个神人 要请神人去吃饭的时候 神人怎样跟他讲呢 神人同样告诉他说什么 神人告诉他 哎呀 我就不看这个了 看这个我故事就讲不出来了 神人就告诉他什么了 神人就告诉他说 耶和华已经说好了 我不能什么呢 我不能回到伯特利去吃饭 我不能走回沿路 但是老先知说那糟糕了 如果他不跟我回去吃饭 那怎么办呢 所以老先知那时候就立刻就偏了一个故事 说哎哟你知道我也是先知啊 上帝也启示我说什么呢 天使告诉我说你可以跟我回去吃饭 所以这神人就听了 神人就很单纯听了 谁知道听了之后回去了之后就变成什么 变成了他犯了上帝所吩咐他的命令 最后他就要被狮子所吃掉 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啊 这老先知心意原本是好 他的心意就是想要认识这个神人 他的心意就是想要款待这个神人 因为这个神人他非常的佩服 因为这个神人在他那个时代 再找不到有这样勇敢敢 敢在公众的地方来指制这个王 这个神人是他所佩服的 所以他佩服这个神人 想要请这个神人吃饭 但是呢他这个好心最后却演变成为坏事情 使到这个神人必须要什么 赔上自己的生命 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人的身上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学习有三方面 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 第一个方面当你要去帮助人的时候 当弟兄姐妹碰到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欠勉 有时候很自然我们会给他一些的提议 很自然会给他一些的建议 对不对 对不对 当你要给他提议要给他建议的时候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对不对 除了你必须要听完整个故事 了解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然的话 你随时给他提出来的意见 你随时给他提出来的那些建议 可能会使到这个事情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坏事情 对不对 我们人都有一个软弱 当你知道一点的时候 人家一提你就很喜欢什么 很喜欢发表你的意见 有没有感觉到 你懂一点法律 人家一提的时候 哎哟 你要提你的意见 你懂一点什么东西 人家一提的时候 你也要提你的意见 当然我相信你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好意 分享你所知道的 分享你所了解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许多时候你必须要先什么 先了解他所谈的 他所说的整个事情以后 你再来提你的意见 再来给你的建议也不迟 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啊 就是喜欢这样提的时候 过于什么 过于召集 所以死到整个事情就怎样呢 就变成坏事 死到整个事情就变成坏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 我相信 这个老先知是存在一个非常着急的心啊 他听了他儿子讲了之后 他不再问 他不再想 他再生意不想 他只是觉得要什么 到底这个神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到底这个神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是存在一个什么急迫 急躁的心 想要去找这个神人 所以弟兄姐记得当我们 要去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什么 不要过于召集好不好 不要过于召集 你必须要了解整件事情 其实一而再再而三啊 这个老先知已经很清楚 儿子都已经 将整个事情的过程都告诉他很清楚了 说什么 神人 已经有上帝的话语 说他不可以留在伯特利那边吃饭 不可以从沿路回去 而当他追上那个神人的时候 神人同样跟他讲同样的话 我不能够回伯特利去 我不能走回沿路 我不能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但是这老先知不管他 老先知只管说我要请你吃饭 老先知只管说我太佩服你了 哎呦你太棒了 我要请你吃饭你就跟我回去 他不回去的时候 老先知就想尽办法用了一个故事 骗了他给他回去 所以到最后就什么 变成好心做坏事 所以弟兄姐妹真的 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好不好 肯定很好 其次圣经告诉我们要怎样呢 圣经 老先知最关心的不是什么 所听到的内容 而是他想要怎样才可以 款待这个神人 对不对 他想要怎样能够请这个神人回家吃饭 他不关心 这个 他所听到的内容 所以他就问他的儿子 这个神人所走的方向 追上了就邀请神人跟他回家吃饭 他用偏用了谎言来什么 来宽宏这个神人 被老先知偏造的谎言宽宏了之后 这个神人就跟着他回家去了 那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样呢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立法 当真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 要愿意去关心 愿意去帮助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 对 而且还有呢 雅各书还告诉我们说什么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 又窃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的去吧 厌你们穿的软吃的饱 且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换句话说 真的我们要实际去帮助他们 这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呢 圣经教导的时候 在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要什么 要小心 要谨慎 对不对 当然 我今天要强调的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 圣经也给我们教导说什么呢 未曾听完先回答 便是什么 便是他的仪畏和羞耻 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 不要过于急躁 对不对 要听完他到底是什么事情 不要只是想故作自己要发言而已 当然你是好心 当然你是好意 但是你就想要自己告诉他要怎样怎样做 你还没有听完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可能会犯上这种错误 好心变成最后做出来的事是坏的 而且圣经说什么 帮助人的时候要小心谨慎 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什么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路 有时候我们好像说为上帝发义怒一样 听到一些不公平的时候 哎呀我们也不高兴 亚哥告诉我们说不要这样紧张 慢慢来吧对不对 慢慢听 快快听 慢慢说 慢慢的动路 不要一下子就生气 人家故事都还没有讲完你就生气了 那有什么好呢 所以弟兄觉得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什么 不能急躁 一定要什么 要听完人家的整个故事 不然的话会变成什么 好心做坏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 有一个人啊 他家里面养了一头的马 有一天呢 这个马呢 突然之间叫得很大声 突然之间这个马呢 哇好像变成一只野马一样 原本这个马很乖 突然之间好像变成一个野马一样 哇 所以他隔壁邻居呢 就听到了这个事情 哇 他这个人 他的家的马 从来都不叫的 为什么今天叫的这样大声 所以过了隔天的时候 他的灵机就跑过去就问他了 他说先生先生 我昨天听到你的马叫得很大声 哎哟你的马突然之间 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有力 能够这样 喊得这样大 笑得这样大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哎 这个人就告诉他 你知道吗 昨天 我的马呢 在什么呢 在口课的时候 我无语当中啊 我就将这个佛水啊 大家知道佛水吗 Kerosene Kerosene啊 佛水啊 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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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不小心将这个煤油的桶 当做是水 就倒在这个马盆上 所以他就喝了这个煤油的水之后 他就这样 他就大声的喊叫啦 哎哟这个人听了之后就赶快回家说 哎哟我家这个马真的没用 对不对 每天都没有看到他这样有劲 好 我也去买一下 马煤油 倒在这个马 就是这个槽里面 让我家的马喝 哇 他家的马也真的喝了 喝完了之后也是这样 啊 这样叫 跳得很好 但是叫了跳了一阵子之后 马就怎样 倒地 再过一阵子就死掉了 哎哟他就很生气 他说这隔壁的人 黑心啊 对不对 害死我的马 所以立刻就跑过去 就跟隔壁的人 你害死我的马 啊 为什么你叫我的马喝这个煤油呢 那他说 你还没有听我讲完嘛 我的马也就是喝了这个煤油 这个什么 煤油了之后 他也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只是听话听一半而已 如果你等到我讲完最后 你的马就绝对不会什么 绝对就不会犯上这个错误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有些时候 真的听话一定要怎样 要听钱啊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什么 真言是什么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是什么 是显出了你的疑昧和羞辱 对不对 而且还会产生什么 会好心变成做坏事 对不对 好心变成做坏事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要什么 不要急躁 真的不要急 听得清清楚楚 真的不要急 你一急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 可能就会犯上这个错误 好不好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真的要彼此关心 要彼此扶持 当然 当我们知道弟兄姐妹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帮助他 去扶持他 但是也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聪明智慧 好不好 在帮助他的时候要小心 Amen 好 那路要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主啊 透过这个神人跟老先知的这个故事里面 你让我们知道主 我们不要犯上好心做坏事的这个错误 主啊 许多说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 弟兄姐妹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着急 我们想要去帮助他们 但是主啊 求主你带领我们 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的同时 也给我们有智慧 知道要怎样来做事情 知道要怎样来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要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智慧 而不单帮不上忙 反而害了我们的弟兄 害了我们的姐妹 所以求上帝你亲自来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听话要听的权 让我们听话的时候不要急躁 主啊 谢谢祢听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 奉举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我们将时间交给传弟兄来给我们做报告